好的來到今天的人妻主妻天的第二天 昨天呢Fred跟我說就是可以建議走一些胡椒料理路線 所以呢我就問了一下曹媽就是有沒有拿手的胡椒料理 於是他就告訴我說可以做胡椒椒鹽蝦 今天我們就買了一袋蝦子來做胡椒椒鹽蝦給今天的來賓吃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好的那我們就是先把蝦子的背一樣字剪開 然後把它的蝦腸掉出來 很像在挑粉刺有沒有 這個蝦腸其實挺乾淨的耶看起來蠻乾淨的 算是蠻透明的我之前看到的那種蝦腸 都是那種黑黑一大條的 所以這個算是乾淨的蝦 那有時候用的時候那個蝦子因為怕會噴 所以你下次要把它弄乾 那一般我在弄蝦子的時候我會怎麼弄 我會先把它的頭這邊尖尖的地方 我用點這樣把它剪掉 你說這邊 喔就這些刺刺的 好我們現在要把蝦子上的水分吸乾淨 這樣胡椒蝦也是蠻麻煩的 好的我們那個蝦子的頭啊 腸子啊還有腳的部分我們都已經先去除乾淨了 然後也吸好水了 另外呢我們準備了今天的佐料 我們今天要爆香的就是蒜還有薑 我們先下油然後把蒜跟薑去做一個爆香 常常說他在做胡椒下的時候他會把鹽最後加 但我非常喜歡就是所有佐料一起先爆香的人 所以我就是個叛逆的孩子 我第一次看到了 沒事 我跟你講這樣他就會融到那個油裡面 等一下那個油就會鹹鹹的 覺得很棒 好不好我們來特寫一下我們的鍋子 這個 薑跟蒜一起給它下去 我還沒有很大 怎麼會這樣 欸我直接拿那個 有一個 乖 有一個 有一個 好 在我喝一杯吧 我好不在意哦 這樣我是做得比較漂亮的味道耶 我要做我改的料理 這樣看起來是有味道 我最喜歡這種重頭的食物 好 好 還想撒 到底要撒多少 好 好 還是要撒攤嗎 好 好 好的 我們這個的鹽酥 不對 胡椒蝦 已經完成了 但尤其我們胡椒蝦算實在料理啊 這是我們剛去外面餐館買的 哇瞬間幫你的料理說 哇 燈蛋包飯比試真的差很多 好 那我們就拿去給來賓吃吧 我們等來賓來 GOGO 還有我們的阿滴 哇 為什麼是阿滴 我的天啊 嗨 糟糕了 你對海鮮過敏 沒有不會不會不會 我快嚇死了 好 那先跟你說一下 今天這道料理呢 就是 是由廠商準備的 OK 然後我們就是 只是精油把它加熱 然後給來賓吃 OKOKOK 那來賓呢 就是可以吃 吃完之後就是回饋給廠商 讓廠商知道說 他這道料理到底成不成功 OK 好 然後這道料理是 算是胡椒蝦 OK 我要先講一點 好 就是 他有去那個長泥 我覺得這個是很加分的 你很在意去長泥這件事情 我人生沒有堅持太多事情 但是我吃蝦有個堅持是 一定要去長泥 那廠商做得好 廠商做得好 廠商做得好 你知道在火鍋店有時候 這種長泥你要去很麻煩 然後有些長泥會有點爛爛的 碎碎的 然後就是用衛生紙這樣擦 我覺得這跟蝦子 性不清鮮有關係 對 以及 喔 他看得好虛 他每一隻 我其實蠻喜歡吃蝦的 喔真的 我蠻常吃蝦的 對對對 因為我有一陣子是吃海鮮素 所以那時候主要的 很多主食都會配蝦這樣子 他是一個家政老師 對 我壓力好看 這樣夾起來看這樣子 還不錯耶 蠻有味道的 他是很厲害的 你知道嗎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不會用嘴巴剝蝦 對我會用嘴巴剝蝦 我也會 所以用嘴巴剝蝦殼是懂蝦之人 真的真的 不是懶惰之人嗎 不是是懂蝦之人 不想沾手而已 不想沾手而已 對我也知道 單純不想沾手 因為很多人就是 不會用嘴巴剝蝦 我覺得還蠻入味的耶 真的嗎 你覺得 就是鹹度啊 或者是胡椒味道 都是ok的嗎 ok的耶 那就是有腥味嗎 或是什麼的 可是他食材本身就蠻新鮮的吧 對 他是蠻Q彈的 然後 因為我用嘴巴剝蝦的關係 所以 就是吃得到很多那個胡椒味 我試一次看看是 用手 對用手剝然後看他有沒有真的入味 一般吃那個蝦肉 ok 你找了一個 愛吃下來 已經很壓 其實廠商的壓力很大 好 這樣子看有沒有入味 因為他現在等於是 完全沒有很膠了 沒有果的 對 還是有耶 真的嗎 還是有 還是有味道嗎 還是有味道喔 哇 那我也是挺意外的 你要不要來吃一個 因為你嘴巴也是很 很挑的 我覺得你先吃 你吃完我再吃 你自己先吃吃看 畢竟這次以外 要戴那個長間 我要戴眼了 沒有打那個蝦子 我需要戴眼嗎 下面會寫一條手 蝦妹 阿滴認證的蝦妹 好那我想問一下阿滴 就是 而且他已經連續吃了兩隻 一隻是從 用嘴巴剝的 跟一隻是用手剝的 對 那如果這道料理 現在拿到市面上去賣的話 你覺得是ok 或是不ok 拿去市面上賣的話 嗯 我覺得是ok 很可以想像他在 比如說那種家庭小館 那種桌菜小館裡面 會出現一道料理 因為他擺盤跟味道 我覺得ok 賺商過關 恭喜我們的助場商過關了 YA 什麼 這是我做的 這是妳做的 這是我做的 全部嗎 全部 從頭到尾 蝦子也是我早上去買的 真的假的 對 在市場買的嗎 他真的不知道耶 我以為妳有誰 還不錯耶 對我有嚇到 因為我 其實我們在煮的時候 我就很擔心說來賓如果 就是對蝦過敏 我們就要現場叫麥當勞 我有點意外耶 妳是用 等一下我很好奇妳怎麼做的 因為那個蝦子的胡椒味 是入味到 整個蝦的肉裡面 我撒了兩邊胡椒 就單純是這樣而已嗎 而且我跟你說就是 我其實想要 原本想要做得更激進一點 因為我在外面吃到的胡椒蝦 它是那種胡椒結塊的那種 不知道妳是從外面的 我知道 因為我其實超級重口味 我原本是想要做那一塊 然後早上的時候 因為這道料理是 是曹媽教我的 然後曹媽就說 她覺得就是用這個胡椒粒 可是我聞過胡椒粒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味道只有香 沒有鹹 所以我就加了兩次的鹽巴 跟兩次的胡椒粒 我希望可以入味 然後他們就說我怕味道會太重 我說不會 因為外面有殼 所以要到入味的話 其實要加到爆 對 那妳剛剛自己吃的 妳沒有想說到底好不好吃 我覺得不夠鹹 蛤 妳真的很重口味 我真的超重口味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我覺得這個食材的成功與否 80%是食材清鮮度 欸她很開心 她吃了第三隻欸 太棒了 我好感動喔 妳很好吃欸 那種真的蠻好吃的 妳很感動欸 我真的很感動 阿姨竟然喜歡吃 妳要不要來吃一個看看 妳要不要來吃一個看看 我來吃一個 看起來蠻好吃的 我來試一下 我懂了 這確實來說對於我們兩個來講 都不夠鹹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裡面啊 如果單吃 我剛剛那種吃法的話 就是蝦的鮮甜味 那個胡椒味只有那個香的部分 但它沒有鹹的部分 如果你是一個不常做菜的人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端出去外面 就是也不會覺得 他是一個不會煮菜的人 他就像是 就像阿滴講 他像是一個餐廳可以拿出來 就說這是個胡椒蝦 不會難吃 好你回來 因為阿滴要出下一集烤雞給你了 什麼 東坡肉嗎 東坡肉 你是說滷的那種東坡肉 我覺得第一天有點帥的小失敗 但是今天 我們見一個綠色的 我竟然有幸可以煮菜給阿滴吃 我好感動 我覺得煮給阿滴今天吃 你不會老多吃還幸福 我們再次感謝阿滴 耶 出宮 下一餐 好 期待東坡肉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大家可能就想說 為什麼呢 明明阿滴之前給我們的題目是 東坡肉 我跟你說 我是絕對有料理天分的 今天的來賓也可能要死勝 這樣算少許嗎 畢竟這一鍋這麼大鍋對不對 今天來賓也是非常厲害 也是我的美食家之一 這個 吃飽人家 我幫你喝不喝得出來那個 有水味